哈喽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孟婆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泰国恐怖电影《变息人魔》 《变息人魔》于2004年上映 由泰国马洛乌当迪导演知道 当年在泰国上映时,一举夺得了票房冠军 影片除了主打恐怖鬼怪元素之外 也不缺乏科幻与恋爱情结 影片讲述了一群考古学家正在进行一项考古研究 他们一起来到了泰国北部的一个神秘的地方 对所发现的文物进行细致考察 在这个过程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木盒 为了对文物有更加全面的研究 他们决定把这个木盒一起带回去 就在考古学家驻扎营地的路途中 他们一不小心失手让木盒掉入了山谷之中 由于条件有限 考古学家们只能暂时放弃寻找木盒 回到营地后 一系列难以解释的恐怖事件戒连发生 考古学家们开始一个接一个的诡异死亡 每一个死去的考古学家身上 都有一个非常像被蜥蜴咬伤的伤口 镜头一转 泰国一位著名的女作家阿龟 正在一个地方为她的新书做着宣传 在她差不多完成工作时 看中了当地人手里的一个精致的木盒 于是阿龟花钱从这位当地人手里买下了木盒 心情愉悦地把木盒带到了身边 在这之后 她的身边也不断发生着奇怪的事情 阿龟出现各种可怕的幻觉 甚至每天都感觉到 有长相恐怖的蜥蜴在咬她 阿龟因为自己所出现的幻觉 或者说因为自己身边的各种惊悚事件 而变得魂不守舍 阿龟的男友阿峰是一个医生 看见阿龟是这种接近崩溃的状况 就带她做了详细的脑部检查 可一切都显示正常 没有任何问题 阿峰依旧非常担心女友 于是决定自己一个人去寻找女友阿龟 产生幻觉的真相 然而一切都朝着她所想的相反方向发展 影片的最后 阿龟变成了丑恶的妻女 失去人血的阿龟挖掉了男友阿峰的心脏 阿峰因此丧命 也变成了残暴的蜥蜴人 这部变息人魔 打破了泰国恐怖电影的模式 利用了古老的墓盒 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离奇血腥事件 人稀合一的创意 其影片中特别打造的恐怖镜头 如蜥蜴咬住了人的脸皮 一点一点撕扯的情节 也使得观众在观影时 感受到了真正的恐怖元素 导演独居一格的镜头风格 深入人心 使人无限遐想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如需获取所解说的电影资源 请微信搜索公众号 夜晚三点半 回复电影名称即可